从4月底到现在北京 温州 广州 成都等地 关于汽车方面的展会 可以说是排得满满的 汽车消费引人关注 新一年度的美好生活大调查 也对大家汽车消费意愿进行了调查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什么为什么买车 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 排在前三位的是出行便捷 工作需要和结婚需要 虽然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服务越来越便捷 但是无论是工作 家庭用车灵活舒适 还是长途和旅游出行需要 购车对于不少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024年打算增加汽车消费的人群 地级市选择的比例高于直辖市和省惠城市 换个视角来看 2024年打算增加汽车消费的人群 三线城市人群的比例也高于一线和二线城市 由于国家不断地实施促进下乡 巡返等战略 三线城市广阔的蓝海市场已呈现崛起之势 汽车消费市场更多地向地级市三线城市转移 大调查发现在斗车选择时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混合动力汽车 柴油汽车排在第二个 纯电动新能源汽车排在第三 为什么混合动力汽车最受大家青睐 大调查数据显示 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 人们最关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续航里程 充电便利和外观造型 混合动力汽车可以通过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组合使用 续航里程相对较长 而且无需充电桩 它能够回收发动机的动力进行充电 实现了便捷充电 大调查还观察到 新能源汽车对于女性的吸引力更大 无论是混合动力汽车还是纯电动车 女性的关注度都高于男性 在纯电动车领域 最受用户青睐的是国内新兴科技车企新能源车 高出传统车企新能源车近3.6个百分点 高出进口新兴科技车企新能源车9.2个百分点 国内造车新势力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品牌基因 节能环保的消费理念 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捕获了众多消费者 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捕获了